桌西乡公所在伊陆干布农部落环境教育中心 将今年收获的小米依传统布农族农业祭仪 举办小米禁仓祭 而乡公所也邀请了邻近国小 以及部落文件站的长辈们一起来见证 乡长田桂花表示 期许每次活动都鼓励族人勿忘传统文化 家族领袖决定小米禁仓的时间 在低调的邀请同家族的成员举办禁仓祭 把小米送进股仓 成为家族一整年的食物 这是卓西乡公所产官所办理的小米禁仓祭 6月29号在伊陆干布农部落环境教育中心 小米园区进行传统祭仪 向祖林真的谢天谢我的祖林 今年真的不管是种植也好 播种也好 小米都有这个丰收 所以说用这个八部合一来对天看 谢天谢地谢祖林 为了附赠小米文化 乡公所今年首次以小米为主题 从2月份开始到播种祭 4月份出草祭 6月采收祭到小米的进藏祭 透过整眼活动鼓励族人不要忘记 布农族传统农业碎石祭仪 在今年有在播种祭小米 种植地瓜芋头豆类都非常的很有丰收 田桂花说 乡公所正在努力 希望复原布农族的小米相关祭典 以感恩的心遥想仙人的生活足迹 共同支持布农族的文化传承 记者高双双主席相采访报道